勝市 有請大家帶過各位 進chuss做作 我們的活動 馬上就要正式開始囉 好 謝謝 今年即將 要舉辦的 全國技能競賽 剛好是我們第五師見比賽 那也今年刚好是我们加入国际技能组织第50周年 那所以呢我们特别举办了这个会企传递的一个活动 那么一方面就是希望将我们技能的这个价值跟荣耀 能够一战一战的传递下去 那当然也为我们9月即将登场的这个全国技能竞赛来暖身行销 那我们会企传递第一战是7月15从桃园出发 那上个礼拜是在台中市 那今天第三战来到我们台南市 那非常谢谢我们地主我们台南市的大家长 我们黄市长特别波荣出席 那还有我们云林跟嘉宜县市的代表也来共襄胜举 那我们的技能竞赛全国技能竞赛 即将在9月17到21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来举行 那到时候全国的技能高手都会齐聚一堂在这里竞赛 那欢迎我们全国的民众来观赛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呢 鼓励我们的青年能够投入技能的学习 有技能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 谢谢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怀着满心欢喜来迎接 Lonobush部长来到台南 善话 那尤其我们看到今年是第50届的全国技能竞赛 那去年在世界竞赛是两年一次 那全国技能竞赛是每年一次 所以去年我们台湾选手参加 这个世界竞赛有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五金五银二三优胜 那总统跟院长都特别加许 显示台湾选手在技能 职业技能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耀眼 在世界上是居于很有竞争力的地位 那将来呢 我们今年办好 明年这个迎接这个 在参加世界竞赛也一定会有好的成绩 也就是说平常训练打底 然后每年都有竞赛来打底 未来就有好的一个发展 那非常感谢劳动部 我们许部长以及各位长官 在这方面为选手所做的努力 那我们地方政府也会全力的协助跟配合 那今年你看台南有好多所高中职业学校 他有技能科 他的一个相关的比赛 其实我们台南选手也都表现得很好 将来市政府 我们老公局也将配合各职业工会 一起来为选手来厚制根基 来把这个平常的这个技艺 这个培植的更好 那将来 不管是在9月的全国赛 或是明年度的这个世界赛 我们都会在缔造家机 也希望说大家一起努力 台湾加油 市长部长 请问一下说 整个办这个活动会不会带来希望什么样的效果 是 我想办这个活动 主要让大家认识技能 学习技能 那我想也 我想技能的人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石 那我们希望藉由这样一个活动 能够让全国民众了解这个技能的重要 那主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呢 希望他们能够因为这样 愿意去学习技能 更重要的是说可以藉由这样一个技能竞赛的一个切磋 多学习来提升自己的技能 藉由这样一个全国竞赛的办理 能够为国家培育发展我们的技能人才 这个我们也希望说部长来台南 这次一方面替选手打气 因为今年是这一战是汇齐传递的这个仪式嘛 来替选手打打气 那一方面部长也希望在台南多走走看看广逛 最好把三倍券也花在台南 因为部长我们在台南可以抽房子哦 第一张是抽房子 我还没有花 保持一个机会 保持一个可能性 谢谢 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酒店民俗技艺团 supply 。 。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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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